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带着一份感恩家人 感恩慈祭人 因为我觉得我很有福报 就是因为有福报 所以我想要做得更多 主位 这边今天有一包茶给你 好 来到这里呢 我想就是一份恭敬心 供养菩萨 那所以用供果敬茶 那我就顺手先做好 把环境弄得干干净净 那等一下他们要休息的时候 是带着一颗清静心 这样子就很棒了 我自己的感受是 更懂得缩小自己 更懂得放下 那需要我的时候 勇于承担 乐于配合 是我在做慈祭的路上 一直在勉励自己 该是需要我 我怎么做我就做 阿爸 来吃茶给你 好 其实我们是三代同堂 怎么样让这个家是一个和乐 我很期待就是说 家里的人都身体健康 现在已经70岁了嘛 在这条慈祭菩萨道上 能够用菩萨心来带好家庭之外 更希望能够借着这种慈祭的领域里面 跟很多的师兄师姐姐好员